杨茜茜 詞曲 李宗盛 我是迪安蒂 我是臺科大資管所的創研究生 我是 RailsFarm,就是一个Ruby社群的不负责任主角 就是我负责在那边帮忙教Ruby,教 Rails 然后我现在是在数位时代当前端工程师 然后我们这次也有帮忙,也有赞助 OK,那我们题目是带朋友一起写程式吧 就是我们来定义一下我们的角色 首先是你 你是一个会写程式的人 然后你非常想要指导其他人 也就是你的朋友,可能是你的 对 然后我们这边要讲的是你的朋友 然后你的朋友可能是完全没有程式经验的天才 对 然后呢,而且他们又小心你害怕受伤害 他害怕你不小心给他一点挫折 然后他就不理你了,对不对 OK,因为我是前端工程师嘛,所以我们就来聊一下前端好了 然后前端有HML CSS跟JavaScript 然后因为这一次的一些时间限制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来聊HML就好了 对,然后其实有自己学过HML的人啊 其实会觉得这东西很有趣 它很基本 然后但是它很难教,它也很难学 就是网路上的东西看起来就是一些条列式的一些 就是一条条的查询啊,对不对 然后 然后没有人有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HML该怎么学 那 那学校老师都怎么教的 学校老师是丢一个像这样的表格啊 然后跟你说哦,每个周是怎么样 你应该怎么样把它弄弄 然后所以你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去查 可是这东西很有事啊 就是它很像查询,它不是教学啊 它没办法让我看着它,我就把它学会 我可能要经过两三个礼拜的症痛期 然后经过一两个看起来很糟糕的专案 我终于有办法记起来一些基本的tag 然后还有那些tag的用法 这样好像不对 有些人说我都看W3C School耶 W3C School好像教得还不错耶 你是说这个东西吗 真的是这样 对 OK 那要怎么教呢 就是 就是你现在是一个要教的人啊 然后 可是我以前学的东西长这种样子啊 对啊 那 我要怎么教 我不想要把我当时的痛苦传给后面的人嘛 就是 我不想 我把这东西丢给他们 然后我就结束我的工作了 那怎么教 这很困难耶 这明明就很基本的东西 但是我却不会教 你试试看跟你的朋友 或是你的学生互动 该怎么互动呢 从目的出发吗 怎么从目的出发 你试着去想 HTML它是一份文件 让你的同学 让你的朋友 去 呃 去发想 他们平常在做文件的时候 会有哪些东西 会有标题 大标 小标 然后很多个标题 那 就让他们去发想 然后 还有内文 内文有什么呢 内文有 呃 有 段落 有写题 出题 有 嗯 连结之类的东西 都可以 就让他们自己去想 那 可是这是网页 网页上可能会有多媒体 多媒体可能会有图片 影片 声音 然后 你们发想完了 发想完了 这些东西了 我们可以去讲故事 什么叫讲故事呢 每个人都喜欢听故事嘛 那我们就讲故事吧 其实 很有趣的是 我们在 嗯 在学 HML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去 认真的思考 很多东西 像是 为什么 那些 tag 要叫这个名字 为什么那些 tag 有那些 attribute 它那些 都有它的故事 有没有人很困惑说 为什么 link 的这个 这个 为什么那些超连结 它要叫 a 它不叫 link 为什么 link 它不是 link 它是 link 它是把东西引进来的 真的太奇怪了 是跟超连结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 为什么 那个 为什么那个 呃 那个什么 在 attribute 里面写网址的时候 有 src 有herf 都是可以连入网址的 那这两种东西有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人去仔细的思考 它其实是有 它其实是有它的故事 然后 我们每个人都 我们都 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在网路上 找到它的故事 那我们要教学的时候 我们可以 先试着去看这些故事 这些故事可以去哪里找呢 可以在 它们的 mailing list 里面找 它们在当时在创 在创这些 tag的时候 其实它们都有各种 mailing list 像 image 它们就会有 image 的 mailing list a tag a tag mail list 然后甚至 video tag 也有 video tag mail list 前面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a tag 跟 image tag 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它的 attribute 里面有一个 最重要的 attribute 里面有一个 最重要的 attribute 里面有一个 HERF 跟 SRC 这个看起来是一样的东西 就是都是塞网址进去 可是 这个有什么不同 就是 SRC 它其实是 可以塞一个真实的物件进去 但是 HERF 它是 建立一个连结 对 这个 在当时在定义的时候 这是它们给出的定义 可是我们现在 就很少老师 有去了解这个东西 OK OK 我下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 要 跟你的同学互动 然后 记得要从目的出发 然后练习讲故事 然后呢 我们在教别人的时候 我们不是去 硬 强塞东西给他们 我们去 启发他们 让他们自行去 学习 产生那个学习的动力 对 嗨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大概有 三分钟的时间 可以问 有吗 有吗 你前面是不是有提到 我想请问一下 前面有提到JavaScript 对 呃 讲师会不会觉得 JavaScript 对于一个 完全不会 Programming的人来说 是一个 呃 不太好学习的东西 实际上我觉得 对 其实就我们 Programming的角度来说 用了也会遇到一些 很神奇的问题 比如说像 诺偶不符合善意律 这种诡异的问题 对 就是会有一些很神奇的东西 参加了JavaScript 对 那这样会不会confuse the beginner 呃 应该这样讲好了 在我 在教学的过程的话 我会 要教JavaScript之前 我会先 让它建立 怎么 用程式的逻辑去思考东西 你先建立那个 如何思考的过程 然后建立完成以后 然后你再去针对JavaScript 这个语言 它会有一些奇怪的 特殊的案例 像它的 否值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否值 那这些否值 你再去 给它这种 嗯 针对JavaScript的 的 的 的说明这样子 然后 所以 前面那一段 建立 建立 那个 程式思考模式 这也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后面那些 就比较 就是你初学者 建立了这个 思考模式以后 它 再 进入那个Syntax 再进入语法以后 它就会比较容易进入了 然后 你刚刚讲的那些 就是 会有奇怪的问题 这个 我觉得 这是JavaScript的一些特性 对啊 这样子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不好意思 那我继续 继续再问一点 那 关于建立 这个思维模式的之前 那是不是 会牵扯到一些始作 那这样不会受到影响吗 有什么比较接近 你指的始作是指 就是你可能还是要真的让他练习一些始作嘛 对 那 那 那我们会希望 就是能交给他的是 他能够看懂许多code 甚至能够写出许多code 可是必须要给他一些始作 他才会有那个感觉啊 嗯 我觉得JavaScript不适合让初学者就开始做始作 其实不会 其实不会 会有这个问题吗 其实不会啊 因为JavaScript他其实 因为他简单的部分 是他的 他的物件 他就是操控的物件 是HMBLE 那东西是容易去控制的 容易去学习的 你学习完以后 所以对他来说 他有一半的东西 那些东西是他前面容易去 去学到的 去了解的 那你现在就是慢慢去 从 你可能去改变那些 动的值 或是去改变动的位置 从这种简单的动作开始 然后去学习的话 对那些初学者来说 可能就会 从 累积成就感 来 学习 会是比较容易的 也比较不会中途就放弃 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们大家还剩10秒钟 好 那就谢谢 迪兰迪为我们带来 这么精彩的议程 教大家如何带朋友 或者是底线朋友 一起写程式 那这个是 那个 感谢庄 谢谢 请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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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